韩国的男女团体树之不尽 为了出道许多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当起了练习生 只希望有一天能够成功爆红成为人人都认识的偶像 许多已经成名的偶像虽然在荧光目前看起来光鲜亮丽 笑容满面 可是原来他们也曾经在求学时被同侪霸凌排挤 以下这五位高人气的偶像都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希望校园霸凌的问题可以早日受到重视 胡宝英 胡宝英在2012年时曾在节目中被问到有没有因为人气而被嫉妒和欺负的问题 他坦诚在学校时经常有人会直接指着他说他就是那个xxx 或者被年纪比他小的人直接喊他的全名 虽然内心不太高兴 不过因为艺人的形象问题而总是逼着自己要一直笑着 他在学生时期也有书桌抄梯被塞满垃圾的经验 让他既难过又讨厌 留盈那 留人那 虽然荧幕前的他看起来总是活泼爽朗 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很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可是原来他求学时因为工作需要而留长头发 结果让他被同学排挤和霸凌 不仅一次经常被坏成坏掉的 桌子上也经常会被撒满小菜 因为这些悲痛的回忆 让他在当DJ时如果有听到被排挤的烦恼时 都一定会特别温柔和有耐性的给予建议 Devichy的江明迪 拥有出众歌唱实力的江明迪 因为完美的脸蛋和玲珑有致的身材 可说是人人都喜爱的女神 不过她也曾在综艺节目坦承自己高中时一转学就被全校排挤 而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她的外貌 那时虽然她想到要去学校都很害怕 不过她仍努力接近同学和他们聊天 经过两个礼拜的努力终于解开了彼此之间的误会 也让她求学时期变得开心许多 GU-9 U-D-A-N的市政 市政曾经在一次街头表演中主动和大家分享一个黑孩子的故事 原来她小时候家里没什么钱 绝靠妈妈辛苦工作来养家 为了不然妈妈担心她渐渐开始隐藏自己真正的情绪 还要让自己脸上经常保持笑容 久而久之让她越来越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因为她变得不太爱说话和无法分享心中的秘密 让她的朋友都慢慢的疏远她 让她觉得过得很辛苦 ONE ONE的江丹尼尔 在PRODUCE 101中以笑颜文名的江丹尼尔 其实小时候也被同学排挤过 她在日前的综艺节目《大国民脱口秀你好》当中看到一位 因为一直被拿来和姐姐比较外貌而失去自信的女生时 她马上安慰对方你很漂亮 也表示自己小时候也被同学说长得很丑 后来她靠着我虽然比你丑 但舞跳得好 唱歌也很好听这样热面的想法 发掘自己的专长并得到自信 借由自己的经验来安慰这名女生 求学时同侪的排挤霸凌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可是又不敢告诉老师或父母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早日找到解决方法